最近这个17战队里面 小虎就得算是我们还可以 这边啾啾找到一个侧身 小虎这里我们刚才看到 是他的对手 是的 六爺在第二把的表现还不错 参局是最后 solo了那个树的两个选手 六爺也是我抽到的第一张金卡 致敬小组 帝国干了 六条腿 嘎嘎地跑过来了 是的 不过正好FTY他站的这个点 是没有去看到New Happy这一侧 很顺利地到达了这个防区外围 你想不到一圈怎么想得到 会开名没有抓到 队友已经支援过来 进门杀 摇射 漂亮 一梭子拉到底 这里旺仔的经验非常丰富 在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开镜 就是摇射就好了 因为你开镜可能会跟枪跟不上 许臣这里被放倒 但是New Happy已经倒了两个 看兽爷 一些落地的位置不太好 残血远处有一个枪线 是M200的枪线 这一波New Happy一瞬间被淘汰了 没有想到吧 旺仔 这打挺快的 怪兽那边挺可惜的 他打那个选手 他在一个车溜走的 没有掩体的情况 就差一枪 然后被M200 然后碰到他们也聊了一下 他们最近其实 心态还是蛮好的 然后也会多寻求一些打架 去把手感先找回来 然后拿到一个好的分支 这个也是New Happy 底官的一个 看一下这边一波高打低 小虎的出手 枪小头直接给打掉了 知道脚下还有人 先给个头之物 这个三倍镜压得就很好 球球跟雷 补掉一个 萨萨的血量已经残了 这里天路的位置被压缩的很厉害 但话说回来 如果想要近点 小路gaming的枪法非常准 小A 直接是白龙马把这个人头给K的 今天XLC的表现也是很棒 是拿到低 我再来放去的时候 DDT已经是守在另外一侧 我RBS这边好亏 没想到是吧 率是最高的 所以现在大家还在圈边去等待一个机会 这里果然香楼gaming 我们就说他拿到这个信息 把RBS踩掉的概率是很高的 直接过来踩 踩完了以后 我整个右上角的活动还可以上山 就是一个张哲了 这边直接想换手分手房吗 两个人打鞋桶了 可以看得出来 XLG的这个大局是做得很好的 这一步一步 手的都很棒 先放倒了一个 有信息 拿手雷去扔一下补一补 队友就贴到了近点 要找机会继续补人 换了手喷 另外一侧 没有听到脚步声 别哥过来一梭子收到 你别说XLG最近的这个状态 顺暴雷 对方站得很紧凑 出枪 卡住了位置 打一个 可惜身上还是被烧起来了 天鹿这里 是有惊无险 刚刚看到两辆车是已经贴脸的一个状态 又来一队了 又来一队了 这边速九一颗手雷 先放到了一个再一颗 五六七也倒了 撞脸 这部CG是全的 是的 一瞬间这里是瓜分了这里的分数 鹿鹿也在远处搞了small CC一分 形式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XCG是站在了这个实际的这个底部下面 最白一色 听到声音 这波拉枪自己是被打成了残血一丝了 光速Pick 哎 往后回了 选择虽然是在一个高点但是 势单力孤啊 4M接拨跟枪 先晃 找到位置 打中一枪 火力压制了 脚底也有人贴到近点了 这波小鹿 陈胜追击 是要拿分 这波反应很快 一波一穿二 这个拉枪速度非常快啊 尾声被远处放到755的架枪 哦 一直有人在修在山顶的位置 尾声被M补掉了 来自于 GFI的5M 天鹿啊 天鹿最近的这个打法风格可能会偏效运营多一点点啊 嗯 圈是往左侧麦田再次出现了一个切角 GFI吃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切角 整个左下角 在这个时候 17的防区的边缘的这一排坑啊 就会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盲闸点 这边要考虑进圈 目前右侧是一个圈里的强侧位 对我非常的多 同时开始行进了 嗯 FTY去到地图靠南侧的脉垛 CTG 他这边马路反显是可以利用的 先用这个防区削弱在马路双反的XLG 等会持续的向前推进 但悟空这边提前卡好了这个杂技点的话 其实对 CTG的选择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同时要进圈的KRG和天鹿也是两边有互相在抽啊 是的 而悟空的话是选择 螳螂不成黄泉在后 直接卡住了这个马路 给小五弟弟用 没有想到居然是宿九亲自操刀 天鹿要转移 这边车声已经是就在脸前了 KRG两个人同时捏雷 战斗全是贴脸 全部都是两边 很吃人数 而另外是SMS CTG 这里成为了4M的一个路灯 在这里独狼清理掉以后 4M对CTG是有一定的防备的 好 双白被控住了 KRG只能缓慢移动到圈边的位置 这个地方其实角度不是特别的好 另外的天鹿直接是绕到了北部 两个人同时下车 CTG打成了残边 这波先放倒了SASA 还剩一个匆匆啊 是的 匆匆又打倒一个 林强血量很不健康 而且蓝圈刮过来了 是的 SASA这里来不及爬进去了 CT108还能再打一次要 林强 林强活下来了 在圈边 4M趁这个机会赶紧过来扔蕾 哎呀 这个位置很刁钻啊 是 这个石头是卡住了好几个雷 是的 但是 KRG也是一个满边 KRG强势推进 悟空这边的双反防守做的还不错 两边拉开 然后弗兰颖在另外一侧 卡住对方上楼的这个位置 又是一枪头 可以扔燃烧弹了 兄弟 对 给他一个火 太要命了 这个火真的是太要命了 所有唯一的掩体 直接被烧起来 这个就是燃烧弹的威慑 请他喝一杯 防守的很好 这波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失误 是的 直接是把双反给卡住了 比如说悟空手这个双反 真是教科书 这边FTY是在撞击GFI的这个防区 旺仔一撕 好的 由阿童木一颗手雷收掉 就刚才对这个双反的防守 Pero应该好 不是想过来撞点 但是悟空其他的队友好奇 还没有落位 一个人卡了过来 队友已经撞击过来了 是的 先被放倒了一个 这个时候石器要做事了 XCG倒两个 石器要趁这个机会 石器去哪了 石器拉到FM那边去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位置 这个坑短期内视清理不了 这边的话FM和这个 这个降路给你们 好像是原点能抽一抽的 应该会把人给补掉 是的 有了简缘啊 目前场上的局势 还是比较难说的 拿来给我玩玩 好 放倒一个小鹿 这样的话屁股会相对来说 没有擦干净 就是XCG那里 空间很小了 他只能在圈面待一会儿 这个人头是小海拿到 小海说小鹿的人头只能我呢 我来拿 蹭个边 圈是往北走 一步进圈 下面的厕所是正好在圈内 对石器来说 直接往北 回去了 慢慢打 这个时候 抱着圈面慢慢打 XCG了 看XCG倒人了也可以 过来移 来了 打一个 最多一滴打 打他了 小五弟弟赶紧能扶一下 能补一波投掷物吗 这边还要Forever反应很快 看一下这个手 雷劲 哎呀 但速球这个 马哥男出手了 完了 Forever把自己给补了 这个雷如果扔出来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没铺 他就别了吧 你有厕所 你干嘛出去跟人家搏命呢 是的 周边还有枪线没有必要啊 厕所之争先不看 我们看看这边 LG和TMA 是的 另外一边石器也在对天梅发动加击 天梅这里肯定是要被加的 但是正面还是挺顶的 然后这边GFI已经倒了一个 并且直接被补掉 所以说补了 现在石器在做一个平衡 微妙的平衡 他现在希望两边是两败俱伤 石杀 石器已经燃了起来 小鹏这个拿着这发手雷是把112给炸倒了 天梅那位置刚才我们说过 他就是一个中路被夹击的位置 主要掩体太差了 没办法 他这个位置真的没办法 从目前位置上来看的话石器是一只脚踩 没掩体 那王鹏可以抢到这个厕所的位置 这样的话喊GFI的人去厕所 车出其不易拉开枪线 这个也没准有点机会 这个雷炸掉了 厕所直接被清理掉 Summer被炸倒 继续投掷手雷 我没有想到石器在这个时候 流了这么多的雷 几波是有撞击 包括冲撞那个XCG那一波 应该是拿到了不少的补给的 不停地在补给 正所谓酒病成了 他们现在应该是怀疑厕所有人 对 宿九这里是被911炸倒 911过点 甘拉被干掉 3打1 翻抖车 只剩下最后一名Candy Candy Candy跳了出来 Candy有梦想 Candy打了一个闪背 远中点了一枪 哎呀没有延期 Candy Candy